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CGN专栏 最爱读圣经 共享亲子阅读的好时光系列 我是中国主日学协会的讲员 马修兰传道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如何培养亲子圣经阅读的习惯 那么如何培养亲子圣经阅读的习惯呢 可能我们会想说 从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最恰当的时间呢 有些人他会说 那至少要等到孩子 他能够认字吧 才能够开始读圣经不是吗 但是我在这边要提示的是老师们 或者是家长们 不管孩子他目前现在是多大 我们都能够立刻 我们都可以立刻开始进行 而且呢 是越早开始陪孩子来朗读圣经 越早开始 他的效果会越好 抓紧时间 并且是要抓紧时间来为孩子 或者是你的班上来朗读圣经 那么在于犹太人的经典的 犹太人教育 他是被奉为经典的 据说呢 当孩子刚刚懂事的时候 也就是在他两三岁的过程当中 两三岁 为什么会说他刚刚懂事呢 就是两三岁的时候你叫他 他会知道你在叫他 那么母亲呢 就会开始带着孩子来阅读圣经 在带着孩子阅读圣经之后呢 这个母亲呢 她会喂孩子一小匙的蜂蜜 而且这妈妈 母亲会告诉孩子说 这是神的话语哦 圣经的话语是甜的 上帝的话语是甜的 这对于一个小小孩来说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 每一次妈妈带着他来读圣经 之后呢 就会有蜂蜜可以吃 然后这个甜蜜的经验 会跟上帝的话语 它是连结在一起的 犹太人呢 为了让孩子喜欢神的话 然后学习圣经 他们会想尽办法 来营造一个很愉快的 一个学习环境 不仅是陪伴孩子一起来学习 他们更是非常乐意给孩子甜头 可以 也许我们可以想想看 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 那一位母亲 她的一个经验 她就是让孩子自己在那边读 想必这个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枯燥的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 那么是谁来做呢 谁来陪伴孩子来读呢 对于亲子阅读的这个题目 当然主要我们是希望是 父母亲啊 父母亲能够来陪伴孩子来读圣经 这是亲子之间建立情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在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 他们非常注重的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思想与情感之间的一个交流 父母亲他们经常的与孩子对话 讨论 这个使得孩子他的思想呢 情感 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能够被启发 如果是孩子在这边提醒啊 如果孩子他是交由别人来带的话 那么我们也要提醒保姆 他除了这个为孩子吃饭 整理孩子的生活作息之外 他还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为孩子来读圣经 那么怎么样子来进行呢 每一天我们要来 如果是在家庭当中 我们怎么样子来进行呢 每一天我们必须定出一段固定的时间 这段时间你觉得是什么时间会比较好呢 我在这边建议 也许是有一些家庭比较适合 是在早上的时间早晨的时间 但是我在这边建议是睡觉以前 大家的心情会比较轻松 时间上也会更为充裕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跟孩子在床上有一个拥抱 也有一些小小的互动 最后呢 我们可以以祷告来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 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结束 好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陪伴孩子来阅读圣经 也许时间不要太长 大约是在十分钟再十五分钟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应该刚刚开始就够了 等到我们再操作比较熟悉的方式 也就是说跟孩子之间有更热络的互动 更熟悉这样子的一个进行方式之后 我们可以在睡觉前的三十分钟来进行 首先呢 要怎么做呢 从为孩子选择一本 有图的圣经绘本开始 我今天也有带来一本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有图的圣经绘本 它可以把你每天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点要提醒家长的就是 把你自己所研读的圣经 也要放在这个周 也就是跟孩子阅读的这个周围 你要让孩子知道说 这本真正的圣经长得是这样子 不是 这个是绘本圣经 这个是绘本圣经 你要让孩子知道说 所有的圣经的这个故事里面 都是从这本圣经所出来的 告诉孩子 来我们来看看这本圣经吧 这本圣经里面有哪些好听的故事呢 好 我们可以从一页一页 一页一页 像这本绘本呢 是绘本圣经是宗主出的 这本圣经呢 可能会比较适合国小生 国小的孩子开始读 我们可以从一页一页 几行字的一个绘本 其实这里面的绘本 圣经绘本里面 它的文字都是非常少的 非常精炼的 然后从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可以开始 那图画圣经较少的 从 应该是说 刚刚开始的话 我们会从绘本圣经开始 然后随着孩子的年纪 逐渐的长大 我们会让这个图画 会越来越少 能够发展到 最后孩子 他可以读到这本 跟家长同步读的 NIV的这个圣经 可以同步跟家长 一起来阅读这样的圣经 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呢 这本圣经呢 我们来重新回到这边 如果说我们是在讲 这本绘本圣经 我们怎么样子跟孩子来 刚刚开始怎么样子 来跟孩子来讲呢 首先呢 我们会从封面 封面的图片开始 让孩子先看看 这个封面的图片 这个封面的图片 让孩子来看看 宝贝 这个封面图片 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呢 你有些什么样想法呢 这些人 他们的表情怎么样呢 可以跟孩子 在这个封面里面 有一些 首先有一些互动 让孩子能够熟悉 这是哪一本书 是什么样的书 好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让孩子跟孩子之间的 互动之后呢 因为呢 我们知道 其实图画本身 他就已经在说故事了 特别是对于这些 年纪还小的孩子来说 透过图画 还有简单的文字 他就可以很能够理会 妈妈 这个故事里面 要提到的是什么 爸爸妈妈呢 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互动 知道孩子 现在心里面的想法 让孩子来预测 这本书里面 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互动的 一个方式 再谈一谈 这个书籍的一个背景的知识 作者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 那么你知道 在圣经里面 我们有66卷书 圣经里面有66卷书 可能我们刚刚开始 来阅读 朗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刚之前也有提过 是从故事先开始 也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现在开始 提到的是创世纪的故事 那么我们就会讲到 创世纪是谁写的呢 这个人是摩西写的 在摩西 他是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 这个可能是 我们做家长的 或者是在陈述朗读 带领孩子在朗读 这个故事的这位老师 他必须要事先来预备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要提示的就是说 不管你在朗读这本故事之前 你已经朗读这本 这本圣经绘本已经多久了 你在读这个之前 你都要来再次的提示一下 写这一本书的人 他写作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他是被上帝所启示 来写作的这本书 再来从封面开始 念出封面的名字 也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拿着一个笔的话很好 或者是你用你的手指头 来边指边念 圣经故事 日日祷告主天天清净神 念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尽量的忠于援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绘本圣经呢 它的文字 已经叫圣经里面的文字 已经精简的非常多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可以尽量的来照着 它这个文字里面来读 读完了一夜之后呢 我们可以暂时的停一下 不要急着一直读 当然有的时候 孩子他们会很新奇 很想说 妈妈我还想要听 妈妈我还想要听 但是在这时候 可以稍微的停一下 让孩子看看图片 然后想一想 这个故事里面的内容 跟孩子之间 有一个互动 因为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读完圣经的时候 读完这本里面的文字的时候 里面有一些内容 是孩子并不是很熟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停下来 让孩子透过这个画面 然后来想想看 妈妈刚刚 爸爸妈妈 他们刚刚所读的内容 到底是讲些什么东西 你知道特别是 对于一些比较小的孩子 他们都有很多的内容 他们是 有一次 我在给孩子在读书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说 妈妈我不知道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很惊讶他会说 我不懂你在 什么叫做玛拿 不懂 好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稍微的来停一下 让孩子来发问一下 因为在那个之前的话 也许我们不会跟孩子 做太多的解释 也必须要透过说 他对于哪一个部分 是有兴趣 要他了解的 他会提出来问题 所以说 那个就会经过 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停下来 让孩子来发表一下 或者是来提一下 他想要问的问题 你想接下来会 在接下来我们会跟孩子来 有一些互动 你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这样子的一个提问的过程当中 可以增强孩子的参与感 不是我们这样子 很快很快的把他读过去 有一些互动 让他来想想看 圣经里面到底在说些什么 如果是他是这些人的话 如果是他是以色列人的话 看到这个挪亚方舟 正在被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 不要急着 重点是在于说 不要急着 接下去不要急着 不要急着 很快的读 譬如说呢 我们就已经拿了一本 这个绘本 圣经绘本 这一篇呢 的故事呢 是 两个小男孩 以色和 利百家生了双胞胎 以色先诞生 那表示 他会得到父亲的土地 以色有 与生俱来的长子名分 有一天呢 以色空着肚子 从田野里回来 他快饿婚了 赶快 以色对着弟弟雅各说 赶快 给我一些东西吃吧 雅各 着思又想 来个交易如何 雅各说 你用一些 用一些红豆汤 跟你换满长子的名分 以色心里想 谁在乎 当长子啊 他同意了这个交易 然后呢 以色就把饼和红豆汤 狼吞虎咽地吃下肚子里了 这是今天的一个故事 来 你看看 你猜猜看 哪一个是以色 哪一个是雅各 我们怎么样在跟孩子 朗读圣经的时候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朗读呢 是不是可以再多加一些角色上面的一个情感 人物上面的特质 如果他是一个孩子 就用孩子的声音 如果他是一个老人 就压低声音 如果他是一个男人 像刚刚我所示范的 是以嫂跟雅各 以嫂他是一个很强壮 很粗犷 在我们的印象里 他是一个很粗犷男人 所以他的声音可能是很强 比较一个比较强势的 然后呢 雅各呢 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好像是比较 比较有心机一点的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一些人物的特质 加上一点这样的声音 让孩子好像有生利其境的一个感受 那但是呢 我要提醒在为孩子朗读的家长 不要太在意自己讲的如何 也不必太过于担心自己的发音 是不是标准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期待在这个阅读圣经故事的过程当中 是一起来享受神的话 一起来聆听上帝的 学习圣经的话 聆听上帝的 这个享受圣经的 阅读圣经的一个时光 除非呢 如果说这个是圣经的上面的绘本 如果说他现在的孩子 你是用的是这个圣经来说的话 圣经也并不是说不可以啊 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来让为孩子来读圣经 读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是以故事为主的 之前我有提示 可能要挑选的故事 还是要以这个有人 有事件 人是十地物 发生了一个事件 具体一个事件 来谈为孩子来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圣经上面的句子 可能会描述的太长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你就可以 在事先 你要先做一个 你自己要先读过 把那些比较长的 描述型的一个句子 做得比较简单一点 让孩子一听就能够懂 接下来呢 就是每一天都能够读一段 对于年纪小的 比较小的孩子呢 我们可以更多的来 重复先前的内容 对于小的孩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小的孩子 很有意思 就是你在跟他读 绘本圣经的时候 可能每天只有读一章 对他来说是不够的 他会要求你 妈妈再读一章 再读一章 你可能会读的五六章了 五六篇了 那但是这样子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在明天的时候 隔天的时候 你都还可以在为孩子 重复这些内容 对于孩子来说 他是非常喜欢 很这个些重复内容 他越熟悉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越有安全感 而且呢 在这个 跟他这个阅读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孩子的反应会特别的好 那在这边呢 持续的阅读圣经 就好像吃饭一样 最重要的是 即使是我们家长 在这个工作的当中 会非常的忙碌 但是把握住这个时间 坚持每天都能够读圣经 提醒家长 即便是你只有十分钟 你都把握这个时间 上帝喜悦 我们陪伴我们的孩子 一起来读圣经 享受亲子共读的美好时光 守育夜节 那这个羊呢 要 要把它吃完 然后呢 还要配 无酵饼跟苦菜 你说无酵饼 苦菜 苦菜 对 就守育夜节 然后呢 还要把那个 羔羊的血 抹在门上